Hello 筆記道 今天要分享這個 惡王 惡如據惡 惡王派新年禮物 教你如何成功的原則 引述這個 有惡王之稱 國際最大 對沖基金的 喬水集團創辦人 達利奧 去年於10月 正式宣告退休 執掌 喬水 對沖基金 50年間 經歷過無數高高低低 高山又有 山峰高地 又落到低谷 他是怎樣帶領公司 走過無數危機 靠個人的原則 但我認為沒有原則 我們將會被迫對 對個人生活中所有事物 做出個別反應 擁有一系列良好的原則 你就擁有一系列良好的秘訣 中國人都是這樣說的 有原則不亂 猶豫算不窮 頂個筆記道 筆記道也有教大家的 達利奧在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 在華爾街工作了一段時間 1975年 創立喬水 大哥 那時候 你在哈佛出來已經發過豬頭了 不過 起初他由自己的公寓開始 只有兩個人幫忙的小公司 直到現在 公司人數千人 基金管理的資產超過1500億美元 這個達利奧的著作 原則一書 他認為當年為旗下 對中基金所寫的員工手冊 當中提到 他在生活管理 這個商業和投資 都是一個原則 及後去出版 其他的世界趨勢的書籍 若然大家能夠 學到一招半息 都可以闖蕩江湖 這筆記道也有看過 所以我就可以闖蕩江湖 但是你又提供了 投資組合要多元化 但是特創的就是 投資聖杯 就是指能夠擁有 10至15個良好 但是餘互相不關連的回報 大大降低投資的風險 又不減少預期收益 這個原則能夠適用於 所有經營活動 擁有多元回報 的回報流 即使換句話說 你不要只放在一個板塊 是啊 你放內房 那現在就死定了 內房又放些 內銀又放些 但是他還有話 他教你 就不要有太多的相關關連 內銀應該內房 內銀死內房都死 好了 而且要知道 如何結合不同的回報流 要能夠比較選出好的回報流 更有效果 那是不是即使等於 結果體驗大發 找到之後就是價值投資 你找到一個價值就可以了 找到一個板塊就可以了 現在 北基道兩 這三年保證不會輸 什麼 軍工版塊 講了 大家去找個 樓 流水都有錢收 沒有問題 這個當然 北基道兩 過了一段長時間 達利浩批評現金是垃圾 因為他會因這個通脹和稅收緊的原因 不斷貶值 然而近日 他有一改口 按照目前的利率來說 以美國聯償儲備局 這個收縮負債表表現而言 現金處於中性的水平 不是不好的投資 亦不送於壞的投資本 當然 現在買樓都沒有用 施永青都說 放下去 這個定期 都有不利息 有些高升外幣去到12厘 為什麼人家要等你的錢 好了 總括而言 我心目中的成功投資 是不可以依賴單一產品 所以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法門 還有 有彈性的應急錢 即是換句話說 那些打死都不動 那些是用來 油關痛養的 怎樣都不動 一定要打虎頭 有些應急錢 引急錢就等於萬應錢 好了 還要學習好擴闊你的視野 什麼叫擴闊視野 視野經濟學 即使有金闊就網金闊 不斷監視野 那這個是不是跟北基道的看法一樣 夾女都要夾多些 不要只在後面看 前後左右立體一點 是不是看真的美女 歷史當前形勢往往有所關連 所以以史為鑑是好的給出教訓 但是要看多些 非常多些 開闊自己的視野 歷史已經給你一個答案 大家就要根據這些 為什麼 正反順利思維 這些 名家分析 惡王 喂 我叫北基道 不是叫惡王 但是那一套套路 都是差不多的 你搞得念一套套路 這樣就可以出招了 出什麼招 榮春也可以 虎鶴雙營也可以 都是一個字 贏 又不用這麼多版塊 現在當然是看科技未來版塊 軍工關不關科技史 晶片關不關科技史 加起來都不會錯 為什麼科技就是未來 人才就是未來 未來就是這些 謝謝大家 繼續支持北基道